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景号 景号呢表示的是标题的意思 大家看一下一个景号就是h1的这种标题 那么两个景号就是h2的这种标题 那么三个景号就h3 四个景号h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从大到小 对不对越来越小 景号越多表示这个标题的全都越来越小了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写它 比如说呢 我们再这里写一下 比如说刚刚我们学的跑出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 然后呢在右边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预暖 预暖这个效果呢一般情况下 普通的变形器里面呢我们是没有的 那么在markdown里面呢我们只用 自带的就有一个markdown preview 或者装一个这个markdown preview enhanced的 增强版的插件 它就可以实现这个预暖了 那左边写右边就是看的样子 这个样子的 那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知道这个标题之后 知道这个h1到h6这种标题之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常用的 就是写横线 横线这个常用的时候呢 我们写个横线 我们在那写看一下效果 打个空格 再写个横线 打个空格 大家可以看到 就表示的是123分别是当前这个标准下面的第一点 第二点第三点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关于刚刚在爬虫概念里面 我们说爬虫 爬虫是什么呀 是模拟浏览器 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这个L不分哈 大家应该能听明白 对不对 爬虫模拟浏览器 发送请求获取响应 对不对 它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需要大家去把它记着 可能当前大家对这个概念 或者对这句话印象不是特别深刻 但是在后面呢 应该在代码里面能够体会出来 只要是零段期能做的 原则上我们爬虫都可以做 那当然了 刚刚也有同学在问 我们是否可以爬APP的东西呢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一点内容呢 我们会放到稍微后面学习讲 如何去抓APP上面的数据 那么这是爬虫概念 那么之后呢 我们又讲了另外一个 是关于这个爬虫的流程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聚要爬虫的流程 那么聚要爬虫的流程 大家还有印象吗 首先我们得有什么呀 UR对不对 那么有了UR之后呢 我们要去干什么呀 是不是发送请求获取响应 那么发送完请求获取响应之后呢 我们要干什么呢 提取数据对不对 那么提取完数据 又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保存呀 保存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提取到响应之后呢 偶尔还会干什么呀 提取UR地址出来 对不对 提取UR地址 这个应该是非常明白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markdown 使用就非常简单的 经常我们用到最多的两点 就是关于这个警号和这个横线 警号表示是标题 横线表示是这样一个 一点某一点某一点的小内容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其他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想要在当前这个markdown里面 引用一段代码 我们可以怎么引用呢 就可以使用波浪线下面的那个 反引号 反引号 就波浪线下面的引号 我们使用三个反引号 然后中间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写我们想写的代码了 比如说我们想写Python代码 我们可以在横面加Python 然后比如说我们写个简单的 比如说import json 然后呢 t等于json.lose 就可以这样写 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这里出现的这种东西呢 是有个样式的 看到吗 这就是这个代码被引用的样式 然后它中间 如果我们写着写Python的话呢 它也是有这种高量的效果的 就是关于Python语法的高量效果 那么当然了 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想引用的不是Python 我们想引用的是其他的语言 那当然也是一样 我们对应的在这个引号后面 其实写就好了 那比如说有一天我们想引用的是 一段json字幕串 你在那写json就好了 那比如json字幕串呢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能看到 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有这种高量效果的 对不对 这是关于它引用的一段json 那很多手段 我们都可以这样写 那么在markdown里面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格式 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对那些功能 对那些样式 那么这些样式呢 也是非常简单 大家只需要在百度里面 搜索一下markdown就好了 那么单词是哪个单词呢 就是这个单词markdown 就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查一下 它的一些简单的语法 非常非常简单的 包括插一张图片 或者等等的 都是可以的 那么大家之前所上课的时候 用的那个gitbook 它也是通过markdown先写的 然后写了之后呢 再通过一个软件 去生成的这样一个 itm页面 所以对于markdown呢 我们后续在工作之后呢 可能会经常会用到它 所以大家也可以 先来 在比如说寄笔记的时候呀 或者其他某些地方 都可以用用它 然后它也比较好使 那么后续呢 我们在每天的课程里面呢 都会把当前这一天的重点呢 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内容呢 放到这个地方来 到时候呢 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呢 也会更加容易一些 那么记得我们往后讲 OK .? 好